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导 上一集的重启核四要多久 关键在哪里动画系列 今天为您带来新主题 核废料要怎么处理 在核能议题中 核废料处理方式 常常是引起网络论战的热门话题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核废料的分类有哪些 目前国际上采新的做法是什么 以及目前在台湾 这个议题遭遇到的瓶颈在哪里 核废料怎么处理 关键在哪里 一分钟说给您听 核废料就是放射性废弃物 依据放射性的强度 可以分为高放射性废弃物 以及低放射性废弃物 核废料有90%是来自于核电厂 其他如医农工学研究单位 也会产生核废料 核电厂的用过核燃料 属于高放射性废弃物 国际做法是采取三阶段处理 用过核燃料先放在厂内水池充分冷却 再移入干室储存设施储存约40年 最后再将用过核燃料 永久与人类生活圈隔离 目前核123厂在干室储存上 都遭遇到阻力 作为永久隔离的最终储置厂也尚未明朗 因此核电厂的用过核燃料 目前仅能存放在厂内水池中 更多电力议题的关键在哪里 下一集继续告诉您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